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百事莫解的是 外坡只限制在这条长越八十一米 宽越十五米的坡 可是外坡附近却再也找不到这种现象 下去 你看我停在这边 它不下去啊 它不下去 这个坡都本来应该下去才对啊 这些规定� ně样 estran这些真的ба在把温柔师观看 是个新�陽花���ados的划算 这点看起来指竟击冽写众 代表现这点照来解言 磅建 ax Review 新潮的嘉莲梁 这两人里面接受了新潮opia 摩奏 Tscherals 4 Wik Spirit, bagpare행sc곱 disc.L Фukral 1990 Noj Nijanjarn 他們這一達了ish登场跑到它 pasar新車ował空出了 但是他們知道是空空入一台 匹風加上.,但它跟它 crash有�飛行器 也被冒附用最多的一個 我絕對する彩的速度在迷 vous�land上 而不像是可能ât上接觸 沈阳外波,四条长,八十一米,宽越二十五米, 层西高,东低祖式的斜波。 传说,沈阳外波非自然形成, 外波中的上波歧视就是下波,下波歧视就是上波。 外波面世,神秘加深,精通心理学者, 物理学等学科,专家,名人,学者分支打来, 探密解密,有的说是磁场作用,有的说是重力位移, 还有的说是视觉差,但各种说法相互矛盾,不能自圆其说。 香港著名作家金庸过有感想, 他写道,天下骑士怪象甚多, 智力有时而穷, 互不能盖以非科学四肢。 更有趣的是,骑上自行车,上波只要辅助车法, 不用登车就飞行地向波上而行。 而下波,却要用力登,不登不走, 真是奇哉妙哉。 众人交口称怪,外波之名从此传开, 已经月处飞升中外,堪称华下一角。 由于怪波,特殊的地形,地貌形成了视觉上的误差, 各种说法都相互矛盾, 都不能给外波以准确的科学定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